- 要數到近期社會熱話 相信非立場新聞收檔莫屬 相信大家怎麼都猜不到 立場之爭是非謀利傳媒網站 竟然助擁於六千萬元資產 到底誰是幕後金主呢? 更樸索迷離的是 警方透露立場部分資金 流向了他的英國分社 主打本地新聞的立場 為何要設立海外分社呢? 落湖在英國倫敦 又是否有特殊的理由呢? 在眾多疑問未解的情況下 又有傳媒爆料 英國外交政策智囊 亨利傑克信協會HJS 副研究員方禮倫 似乎與立場關係盤根挫折 報道更加直指他是立場的海外董事 到底又是甚麼一回事呢? 大家先要了解一些背景資料 HJS本身是一個甚麼組織呢? 他的總部是英國 是近年可謂活躍的反華智囊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 曾經在2017年踢爆 日本駐英大使館 向HJS每個月支付約1萬元的英鎊 協助日本在英國宣染中國威脅論 組織業務可謂相當特別 HJS似乎都有一定的地位 前列邀請到美國前國務卿 並奉佩奧現身演講 現任英國手信約翰遜 到為組織的2019年報告撰寫前言 被受英美重量級政客稱來 而作為組織研究員的方禮倫 來頭同意內人尋味 方禮倫是甚麼人呢? 他是香港長大的80後中英雲血兒 擁有英國護照 現居英國 更加是本地媒體HK Free Press的聯合創辦人 或者翻查公開資料 方禮倫在立場前身的主場新聞 以顧問身份協助創辦人蔡東豪以及董事們 立場成立後 在2014年至2018年轉為做專欄作家 或者找到立場的公司董事名單 方禮倫根本不在裡面 但HJS網站竟然出現羅生門 方禮倫的個人簡介上 白紙黑字說他是立場的董事之一 那代表著甚麼呢? 當中是否另有故事呢? 不理方禮倫是否立場的董事 可以確定的是 兩者關係千絲萬縷 但前年HJS發佈題為香港 自由被持續侵蝕的文章 邀請了立場時任董事 煉月曾和吳海宜等人 分享對香港政治環境的看法 而文章編輯只是方禮倫 時間再推前一些 HK Free Press在2015年中籌成立 據當年壹傳媒報導 HK Free Press獲得立場的答應 借出冠塘公下一個百多呎角落 作為辦公室 還達成公式 會就個別報導做新聞互換 不涉及錢銀交易 HK Free Press 和立場老幼鬼鬼 甚至講心不講金 關係似乎非比尋常 眾多資料放在眼前 難免令人質疑 立場設立英國分社 是否另有所圖呢? 到底在英國的方禮倫 有沒有涉足其中呢? 他自己本身 和反華智囊HJS 和立場 是否有某種聯繫呢? 相信隨著警方國安處的調查 陣上將會逐漸浮出水面 更多細節內情 或會在法庭一一曝光